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证明我真的是营养不良 这两台车是各自品牌当中最顶级的豪华越野车了 Q780我最早开这车是11年年底 所以这车到现在还这模样亲切而熟悉 但是在百万豪售当中款型是很重要的 所以到今儿它还长这模样 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所以直接导致它的新车销售就是一个字 比较惨淡 这台车在马路上就很常见了 雷格萨斯LX570 它到今儿在四海电梯还要加价 这台车加价就不可能了 就看优惠多少 五位数还是六位数 这台车它的改款还是比较及时的 首先这仿吹行联 它就有过一次改变 然后变动箱也升级为八速了 所以它的外观 整体的这种时尚的色彩要比它好很多 所以再加上雷格萨斯品牌的这种加持 丰田在国内的这种 什么一车传三代 人走车还在 坊间的各种传闻 就导致它更加的受追捧 所以两台车往这一摆 都是日系 都是大巴缸 都是带大量带低次的车 但是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这台车是5700 这台车是5600 虽然排阶辆它小一点 但是它的功率扭矩 都比它高 这是8AT 这是7AT 两台车 你看着它更加的魁梧 因为它轴距长 接近三米一了 所以它看着这体积更大 但是它白色也显大 黑色收缩色 但是这台车 虽然轴距比它长那么多 它的空车重量 比它还薛微 轻了一丢丢 所以这里边就有点意思了 动力参数更强 体重薛微轻一点 两台车都是硬派越野车 甭管外观那是怎么花了胡哨 硬派越野这四个字 在它们身上是没有问题的 从哪里看出来 你看这是空率 这是它的空率 空率进气 都是处在这个翼子板里边了 空率进气口的高度 大致就在这 所以它的涉水的潜能 还是比较高的 这跟SUV确实不太一样 两台车放浴槽都很饱满 尤其是它就喜欢这一堆盖板 这个盖板虚微少一点 所以你在检查的时候 废爪子就一点点拆 两台车其实用于重度越野的概率 不是那么的高 为什么呢 都是百万级的 谁舍的 尤其是雷克萨斯 它加价 特别是那些高配版本的 办完了178了 所以检查的时候 重度越野的这种概率并不高 但是因为这两台车 加速行动非常好 所以我们再遇见过 受过比较大的 这种车头碰撞的 二手的雷克萨斯570 或者QX80 所以在检查的时候 对于这些格外得要注意 为什么呢 残值很高 稍有舒适 那就赔了 两台车往这100 我往这一站 各位就明白了 买这个车先别说加得起 加不起油了 车位就得厚老大哥了 这个厚有多大呢 这车长度5070 这车长度超5米3了 所以你就知道你这 轰有多大了 两台车呢 其实这已经不小了 但是跟它摆一块 哎呦我去 这感觉略显单薄 为什么呢 这轮胎20轮 各位听 20轮不小啊 各位啊 20轮不小吧 没错啊 你说的很对 这是22轮啊 所以呢 这俩轮胎你一看吧 差距有点大啊 离底间西呢 这是234这是230啊 从离底间西的数值来看 都不低 但是因为轴距呢 呃这是2850 这接近3米1了 所以纵向通过角 还是它 虚微好一点啊 再一个呢 这台车是有底盘升降 而这台车呢 没有啊 所以呢 这个越野性能呢 可能就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呃当然了 我们这期节目呢 因为这都是自己收来的车 我们就不拿到豁华去了 只是从账面跟各位 做一个简要的分享 怎么样各位 往这一站 是不是显得我特瘦 两台车呢 是有实在的差距的 因为这台车 已经很多年不改款了啊 呃 你看这个 后杠的高度 你得看它啊 所以你要是看着它 拉白菜拉煞的 这可能更方便一些啊 咱看这后备箱啊 电动的 这也是电动的 但是 嘿 你得拿手周起来 然后是天地门 走 好 呃 这是天地 这是一体式啊 打开之后就发现了 这是五座车 这个呢 名牌上写着六人啊 这是六座车啊 呃 两台车呢 其实轴距差距非常大啊 2850 这是3075啊 呃 轴距差了 可不是一点半点了啊 但是第三排的使用性都比较差啊 呃 这个呢 有第三排座 但是这个空间啊 也比较委婉 这个呢 没有 这是一五座车 但即使有 因为路巡啊 或者这个RS570啊 大家都接触过 它这第三排也是挺一般的啊 所以这种车呢 虽然身价很高 尺满很大 但是第三排只适合像我一样身材娇小的人 短途乘坐啊 往这Q车80座舱里一坐 嘿 奢华的范儿 是真没问题 你看这方盘桃木的 然后整个这内饰做工也非常好 但是视觉效果吧 老觉得 哎呀 这车 假如这年代久远啊 因为这个中控台这个设计风格啊 跟那个2.5V6的天籁 跟那会儿差不多啊 这二年的英明尼迪 也不知道是几个意思 哪什么Q50L啊 Q70L啊 QX60啊 包括这QX80 迟迟不还带啊 所以在与时俱进的这些对手面前 整个英飞尼迪的产品线 确实薛微有点偏旧啊 车呢 有点百万身价 你看这啊 方法盘 四项电动调节 而且带烫爪功能 前排呢 有烫定 按着动定啊 再加上这个盲区监测 这有提示开关 暴死音响 先往这一坐吧 嘿 假如这大沙发 得劲 哎呀 这后排啊 真是 哎呀 这个尺码啊 这个尺寸呢 确实相当给力啊 第二排有点电视 比较引人触目啊 就这一溜 全是裤腾出风口 好家伙 这后排这降温效果是可以啊 然后呢 后排呢 就没有动定了 只有烫定啊 因为是一个六座板 所以中间是一大插井啊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储格 前面一个带盖的水背劲 底下一个拉手啊 底下是一个储格啊 所以这第二排吧 一溪让我想起了红杉啊 但是这个靠背吧 我觉得 这要是个垫条的就好了啊 再就是这座椅前后啊 它前后不能挪啊 所以这个感觉呢 就是将近三米一的轴距 其实这里可以做的更加的宽广啊 当然了 不是因为我胖啊 是因为它身价到了 它就应该可以做到前后一 可是它做不到 呃 就氛围而言 我觉得百万身价没问题 第二排相对而言还好一些啊 要说不足吗 如果在怼俩USB接口就更好了 这台车呢 是带大梁的啊 带低四 它这四级系统呢 很多话说 咱们图轮一样 各位啊 还真不太一样啊 5.6加7AT 这个没问题啊 图轮也可以找到这种配置的 但你看这儿没有 图轮在这儿会分几块啊 什么沙漠 岩石 它有多模式选择 但是咱这个没有 这个电镀的一壳啊 呃 再一个呢 这台车 因为是QX80啊 所以身价比较高 它的底盘是带HBMC的啊 这个呢 就是图轮加速当中也有 但是不多了 所以呢 四驱系统 我们可以理解为 有所简化 首先多模式啊 什么沙漠 岩石 没有了 第二 没有后锁啊 但是呢 它有这个HBMC 呃 我个人感觉这套系统 可能在公路上的表现 会让车的性能更加的优异 这台车的内饰啊 真的是 要比它时尚了很多啊 呃 像这平的位置啊 包括这中台的面板啊 这给人感觉 两台车真的是有代差啊 呃 这台车呢 虽然说是雷克萨斯570的最低派 五座最低派 但是你看啊 电动方案盘 四项调节的啊 同样也带烫爪 啊 前排也在烫定 动定啊 它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在于什么呢 这台车呢 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手刹的 所以呢 你挂上地道 踩油门就OK了 你停车之后 一挂屁的啊 这个电子手刹 它自动工作 啊 相当于out hold的功能 所以日常行驶会比较方便 啊 但这客户刹80呢 就不行了 你拿左脚去踩去 它那手刹改在左脚这位置 得脚来控制啊 所以呢 现在这个哎呀代叉真的不光光说这个中控台不好看啊 这瓶子不好看 不是这样啊 整体感觉需要重新一次设计啊 呃就这台车而言吧 我觉得呃 从内饰的感觉来说 我更喜欢这台车 哎呀 这个靠北调节幅度比那大多了啊 然后呢 这个呢 多了一G功能 电动前后 立马上档次啊 咱俩平 是吧 深怕你看不见 万一眼神不济 没瞧着 怎么办 撅着 这俩大平啊 这确实上档次 呃 这车呢 后排呢 我觉得这个调节幅度还是非常好啊 咱一看这儿没有 大窗帘子啊 如果夏天太晒了 这也管点用啊 要说不足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中间的手枕太低了 你要靠上去这样啊 它不像那台车 中间是一大插井 架上去之后 嘿 得劲啊 这就有点低啊 呃 配置差不多 后排空调呢 这都有调节面板 570是在这儿 科兹80是在这儿啊 后排也都在烫定 呃 从这手枕的感觉 我觉得那台车更舒服一点啊 最起码胳膊不觉着空的 当然从座椅调节方式 调节的幅度 包着大窗帘子啊 我觉得这台车可能感觉更好一点 这台车呢 后排空调出风口啊 跟那台车不太一样啊 那个是这儿一六 好家伙 这半米多长 全是出风口了啊 这台车呢 这儿出风口数量并不多 这儿一个 后边一个 但是这儿还有俩 然后底下有吹屁股 也就是这个位置啊 所以这台车呢 后排出风呢 可能更均匀一些 至于这两台车啊 哪个的后排空调效果更好呢 我觉得那台车更适合头发茂密的我 而这台车可能更适合老人和小孩 这台车呢 是5700cc加18AT啊 那台车是5.6啊 加7AT 所以呢 档位它比它多一个 费油量比它大了100cc啊 两台车中插也不一样 这台车呢 是托森的 那台车是多片离合的 所以野外道路比较严苛的路段啊 长时间行驶的时候呢 两台车中插过热的程度也不一样啊 这台车呢 虽然是五座最低配啊 它没有KDSS 但是它有底盘升降啊 在这里清晰的有一个按键 底盘升降 而那台车是没有的啊 再一个呢 它是有如形的 有坦克掉头的啊 所以呢 夜野的配置呢 这台车还不能说是LS570当中最顶配的啊 但是基本面呢 也够啊 这台车呢 我觉得从野外行驶来讲吧 包括它 您首先要做的啊 不是研究啊 这中刹哪个 怎么这个 那那这 你先别研究这个 你先把轮胎换了 这是20轮 那是22轮 扁平比都只有50啊 所以两台车呢 定位就是公路上纵情驰骋的豪华SUV 它不是一个专注于越野的硬派越野车 你要想买一个五座车 又得是57啊 那你只能买它啊 为什么呢 陆寻57没出五座 而它出了五座啊 呃 如果说就想糊糊去干点操活上上高原啊 吃额纳走点烂路 我建议啊 你买一陆寻武器就完了啊 比它便宜很多 基本面也够用啊 呃 如果干操活性价比最高的 就是那台车的图轮版Y62XE5.6啊 带后锁带多模式 6120万的价格 在5600cc大八缸带大梁啊 这么大驼的硬派越野车里头 那台车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咱们这车呢 排气量比那个雷格萨斯啊 少了100cc 这是56 这是57 但是呢 这个动力参数呢 这台车要比那车够啊 起步很轻盈 你看都不到1500 咱这车现在就已经60了 哈哈 不经意之间就60了啊 呃 两台车呢 咱就没有必要再去比了啊 说它0到100多少 这0到100多少 18米穿装 意义不大 这车不是干那个的 从实际驾驶来看呢 这台车呢 悬挂的路感更清晰啊 路面的每一丢丢小起伏 你都能感觉到 它的路感很清晰 呃 然后呢 这种侧倾啊什么的 抑制的也不错 所以这台车呢 可是感觉呢 开也更利索 呃 动力性能呢 我觉得 哎 谁比谁快都不重要了啊 因为耗油量都差不多啊 呃 噪音控制呢 这台车我觉得 也OK啊 也达到了它这个价位 应该有的水平啊 至于刹车啊 哎呀我老天哪 贼拉不好使啊 哈哈 所以这个一定心里也要有数啊 这车加速很快 但是刹车呢 不是那么好使 呃 所以呢 你要不喜欢这种 喜欢那软乎乎的 忽悠忽悠的 那就是另外一种玩法 能看到吗 这灯 哎 刚才又亮了 又灭了啊 它呢 是有盲区监测的 这样吧 车身大的没关系 但是周围如果有车的吧 通过它可以提示你啊 这样吧 避免一些不变 你看又亮了 这边有些哈兰达啊 我可以清晰的看到哈兰达的车底 哈哈 这就是大车的好处啊 事业是贼拉的通通 咱们这个呢 因为是收过来的车 还要再卖 所以咱就 没法去什么老掌公啊 什么之类的 就比划比划了 前面颠簸路段 咱跑跑 咱们两台车呢 时速都是40多一点啊 火 这是40多一点 这就是带了HBMC的Q1280 现在我们作为途中跑60 稍微加点油 火 真是喜欢高转速啊 蹭扔了一下就奔5000去了啊 现在呢 车速110 转速才1800 坐舱噪音并不高 因为它是七个档的变动箱 所以整个转速都控制吧 做的也不错 悬挂支撑性很好 它不像这个老陆寻 呼呼悠悠悠悠悠悠的 它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整个底盘的稳定性非常好 噪音控制也是这个价位应该有的水平 哎呀 都摆上来忘了 你说还挑点啥 挑的废油 买这车的从来不操心这个 操心这个的从来不买这个 走着 一上手你觉得这台车的方法满比扣1800要重 当然了两台车都有通风 所以像今天北京气温30度带通风 还是挺舒服的 加速也是不着急不着花的 这转速更低 哎呀 这个加速过程哦 这比那个英飞 同样的加速啊 比那转速还要低一点 这个给人感觉就是动力系统啊 更懒 懒懒洋洋 不怎么工作呢 这车速就上来了 稍微加点油吧 奔着1500试试 火 哎呀 拉到1500终于干到60了 这就是排量太大啊 这加速就这样子 转速表就跟没上班似的 前面又是颠簿路段了 咱再开开他 走一走 看看这什么感觉 火 都差不多啊 都差不多 这台车呢 是没有KDSS的啊 差不太多 感觉这个呢 底盘的韧性 虚微多了一丢丢 两台车吧 都是属于深大力不亏的啊 像我们这台车加速呢 你明显能绝出来 570这台机器呢 它的转速吧 特别的不愿意往高楼提 老是愿意两三千转 咱们刚才那台Q1080呢 属于你的油门呢 稍微激进一点 这转速就上来了啊 五千转 三分钟的事 但是这台机器呢 给你感觉吧 哎呀 差不多行了吧 都一千多转了 哎呦 行了 两千多转 哎呦 三千转成了 感觉就发觉老这样 加速性也不慢 所以你看动力系统的这种表现啊 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当然了刹车也不太好使 这台车呢 呃 没有KDSS 它过弯是侧倾吧 要比那台Q1080啊 虚微多一点啊 嗯 轴距呢 这是2850 那个呢是不到三米一 其实高速稳定性都差不多 当然这台车的悬挂啊 它路感啊 不像那Q1080那么的清晰啊 是路面上呃 有一点点变化 你就能觉出来 这台车没有啊 它这方面控制的 要比那车好一点 毕竟这是一个豪华商务所加 咱们不是 咱们不是说开始它玩操控性的 咱们试个加速 现在60 地板油 2000 3000 再高一点 3500 4 哎呀过4000 得又下去了 哎呀 110了 这转速表 加速挺快 但是这个转速表 它不爱工作 现在100的话 是1000多一点 不到1500 啊 因为是8AT嘛 呃 所以完全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调性啊 就看你喜欢怎么开了 当然了 转速表是很活跃啊 那油箱表指针也很活跃啊 啊 这个话题又说回来了 反正买这车的不操心油耗啊 操心油耗的 他也不买 您说 噪音都差不多 都是很安静 哎呀 百万级的呀 就是不一样 就这两台车路逝啊 没怎么跑 没怎么跑 油钱干了将近400啊 哎呀 这俩车这个饭量啊 真是 他们肯定会很嫉妒我啊 饭量的委婉 两台车呢 开完之后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首先 时代色彩比较浓郁 像这台车 得拿脚踩 啊 他的手刷是拿脚踩的 而这台车呢 你不用管了 为什么奥特厚的啊 挂上力挡就走啊 挂他屁挡他就停 这个电子手刷让你觉得特别方便啊 再就是整个内饰 这台车的内饰啊 哎呦 我去 这个赶脚啊 真是 有点沧桑了啊 毕竟车铃在这儿 他不换代 而这台车的内饰 高级啊 所以呢 两台车从里到外 你也能明白了 为什么这台车新车卖不动 得给一个高额的折扣 而这个还得加价 是有原因的啊 动态表现呢 也是性格迥异 你看这小词 显到多有文化 这台车 好家伙 动不动 就拉到五千多转啊 这转送表那个活跃呦 你觉得 哎呀 这仿佛开的是台跑车啊 当然了 刹车不太耗使啊 这台车呢 转送表特别懒啊 它很安逸 哎呦 你让它过四千都废了 牛劲了啊 骂喵喵 骂喵喵 当然了 这刹车也不好使啊 所以两台车呢 开了之后感觉啊 这台车更淡定啊 你想激进 也比较费劲啊 这台车呢 相对而言 很容易让你感觉 那种呼呼有声气啊 仿佛一台坦克 贴地飞行啊 叉叉叉叉叉叉 所以呢 开着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啊 呃 这台车呢 HBMC啊 呃 它呢 让你的路感特别的清晰 弯道当中呢 这种侧倾呢 也特别的小啊 这台车呢 因为是一低配 所以呢 电子安全类的这种配置特别低 比如说盲区监测 它就没有 而这老战士 它就有啊 呃 过弯侧倾呢 它也要比它呢 虚微的晃动的多了一点 毕竟这是一个五座最低配 两台车都是16年的 都是大八缸 都是带大梁 都原装进口 但是如今 身价却差距非常的大 哪个好呢 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感谢观看